军统教父戴笠 作者张军由老王博讲 第六十二集 杀王亚乔 戴笠要去解决陈济堂 因为陈济堂现在的实力最雄厚 解决了陈济堂也就等于解决了梁广的问题 要瓦解陈济堂 就得从他的海陆空三军做文章 戴笠采取的手段还是以往惯用的办法 用明立官为诱饵 策反海军 主要是在明上面下功夫 给他们多戴高帽子 用蒋介石的手令去包扬他们 策反空军呢 主要是在钱字上做文章 舍得花大钱收买 而策反陆军 提出只要你是亲讲反臣的 那都可以升官晋级 经过戴笠对三军的策反 陈济堂的势力一夜之间是轰然倒塌 陈济堂本人不得不在7月18号宣布下野 逃往了香港 广东的势力瓦解了 广西就失去了重心 也就不得不归顺蒋介石了 为此 戴笠又是立下了一大功 戴笠从香港返回的时候 花了一笔巨款 把王亚乔的杀手余利奎 以刺杀宋子文为罪名 引渡到了南京 手里有了余利奎 就等于掌握了王亚乔的一些线索呀 戴笠就从余利奎着手 吩咐手下寻找和他有关的人员 这一招是果然灵验 很快 特务李志平回饥饿项报告说 处长 我们通过拷打余利奎 他供出了 有个名叫余婉军的 在香港没走 戴笠大喜 这等于追捕王亚乔的线索 理出了头绪啊 他当即命令李志平说 快 马上赴香港寻找余利奎的小老婆 李志平下去以后 戴笠仍然不放心 他决定 还是亲自去香港 在宣尼师道附近 找到了余婉军和他的儿子 李志平把余婉军带到戴笠的据点之前 已经采取了恫吓的办法 但是毫无结果 戴笠见了 有了办法 手一挥对众人说 你们瞎去 我和余女士单独谈谈 李志平等人下去之后 戴笠在余婉军旁边坐下 和颜悦色的说 余利奎先生在南京很好 吃住都受到了优待 只是他非常想念你和孩子 希望能够早日团聚 委员会订队 委员长要抓的是王亚乔 余利奎先生并没有罪啊 他来之前我已经和他谈好了 你的地址也是余先生提供给我的 如果你能够提供线索抓到王亚乔 我们马上就可以放掉他 余婉军说 我真的不知道王亚乔的去处呀 既然你和我先生谈好了 他肯定知道的呀 戴笠一愣 知道这女人非同一般 就说 余先生在狱中 王亚乔肯定不会蠢到 去事先说好的地方躲 他怕有人出卖的 余婉军又说 那最起码 余先生知道王亚乔的不少秘密地点的 你根据那些线索去找找 不就有了吗 戴笠看见确实糊弄不了余婉军 就把桌上的大皮箱打开 露出满满一箱子的美钞港币 把余婉军的眼睛惹得发亮 戴笠察觉到了余婉军的表情 把箱子盖好 推到余婉军旁边说 余女士母子在香港过日子 也没有什么正当的职业 这艰难 我是知道的 这美元港币一共是十万 送给余女士补贴生活吧 余婉军一听 洗得脸上的皱纹都舒展了 伸出的两手唱个不停 戴笠继续鼓励 收下吧 等抓到了王亚乔 马上我就放余立奎和你团聚 余婉军突然收了手 干咳了几声说 我知道王亚乔在哪里 戴笠得意地笑了 经过余婉军招供 原来那天 王亚乔在茂园筹务庄 召集手下开会 不知撤离香港去广西投奔李宗人 恰好守门的人 发现有人包围了他们 于是和戴笠他们发生了枪战 脱险以后 王亚乔率领的郑暴珍 徐志远 余亚农等二十多个人 还有一些家属离开了香港 他们到达了广西的吴州 王亚乔改名叫矿营书 住在李继生的院子里 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并去南宁会见了李宗人和白冲喜 此时 李宗人正暗中和广东的陈济堂 策号返奖 看有著名的杀手来投 不但答应保护 还每月给五百块钱接济 谁知道 没多久 陈济堂的海陆空三军 都被戴笠瓦解了 李宗人白冲喜 只好又投回了蒋介石的门下 王亚乔觉得吴州飞久居之地 经过和部署的密伤 决定投奔中共 并且请李继生 给周恩来写了一封推荐信 王亚乔自己 也写了信给毛泽东 朱德请求接纳他 王亚乔还把两封信和两千块钱 交给了于亚农张献廷 令他们速去延安 这些情况 于婉军是通过和王亚乔的书信得知的 因为于婉军母子在香港生活费还是由王亚乔提供的 戴笠大喜 随即附在于婉军的耳朵边一番授意 一条捕捉王亚乔的计谋产生了 9月 戴笠 陈志平等人护送于婉军母子去了吴州 驻查下来之后就命令于婉军带着孩子 按信封上的地址去找王亚乔 戴笠就在据点里等消息 下午时分 于婉军一进门就说 戴先生 王亚乔给我找到房子了 我是推说取行李才出来的 戴笠得知于婉军已经见到了王亚乔 大喜 怎么样 他对你产生怀疑了吗 于婉军说 我在李基森家里找到他的了 就按照戴先生吩咐的 说我们母子在香港生活困难 他爹还在南京的狱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身边没有人照顾 想来吴州和王先生一起 王亚乔果然同意了 还留我在他的书房里面坐 问了一些别的情况 我们正在说话 王亚英正报针也来了 叫他出去 我见桌子上有一张纸 以为是情报 就顺手拿了 恰好被王亚英看见的了 我就说孩子是要拉死 找张纸擦屁股的 到了卫生间 听见王亚英和王亚乔说 我突然来吴州 人一走就拿东西 举止可疑 提醒 特别注意我 王亚乔说 我是个老实人 丈夫还在狱中 不能怀疑的 否则对不起朋友 拿了一张用过的废纸 给小孩擦屁股 是很正常的 说完 从兜里掏出纸来递给戴笠 戴笠接过纸 并不急于看 他说 他给你安排的地址交给我 你先回去 不要乱动 有事 我会来找你的 于婉军说 王亚乔说 这两天很忙 10月20号那天 李继生的哥哥 李任人 会请他吃饭 他说好 晚上到我的住宿来看我的 于婉军说完 提着行李 走了 戴笠对李志平说 20号晚上 你带人 把于婉军的住处围住 这一次 无论如何 也不能再让王亚乔跑了 说着 拿起于婉军 给他的纸铺开一看 原来是一手词的草稿 看得出来 王亚乔近段时间 是颇为伤感的 刚写的这首念如胶 是充满了悲凉 戴笠看完了纸上写的词 把纸递给李志平说 哼 王亚乔真的是要投奔延安了 好吧 那我就让你的魂魄去延安 1936年10月20号 戴笠一杆人马 早早潜伏在了于婉军的屋里 把门虚掩着 李志平等人 把子弹顶上膛 做好了准备 王亚乔到了小楼门前 环顾了院子 见四周 没有什么人 就向楼上走去 像往常一样 习惯的推门而入 口里喊着 婉军啊 你怎么没开灯 刚进入房间 王亚乔立即感觉 周围有一阵的异动 情之不妙 他想抽身退出 但为时已晚了半步 李志平向他撒了一把石灰 接着 埋伏在房内外的 王鲁翘 古玉林 李修凯等七八个特务 在几束手电筒的强光的照射下 砰砰砰的乱枪齐发 王亚乔好在是武艺精湛 轻功卓绝 而且久经险境 临危应变的能力 那确实是超出常人 早在他感觉周围有异动的瞬间 已经有提防 躲过了石灰 身形微一晃动 看似是抽身撤步 其知呢 他是不退 反进 向空中纵起 随即在半空当中把枪拔了出来 向周围甩手就是几枪 落地以后 即伏地而卧 又啪啪啪的举枪还击 接着又是一个愉悦跳起来 甩出没有子弹的空枪 亮出匕首和周围的特务 展开了近身肉搏 戴笠亲自挑选的这一批特务 那也都是训练有素的 武艺高强 而且是凶猛凶悍 面对王亚乔这一连串 一气呵成的高超的搏杀动作 最初还是感觉有点恶然 但很快就镇定下来 他们凭借占据了有利地形 还有人数众多 员就用枪 近就用匕首 只是一味的把王亚乔往死里打 误伤了自己人 也都在所不惜 顿时 屋内是桌椅板凳 茶具摆设全部都被砸烂了 地板上是鲜血淋漓 王亚乔虽然功力非凡 但是寡不敌重啊 几分钟以后 他终于被打倒在地了 戴笠随后赶来 吩咐道 怎么这么黑啊 开灯 因为特务不知道电灯的开关在什么地方 就用手电四处乱找 这个时候 躲在床底下的鱼腕军 倒是嬉嬉缩缩的爬了出来 把灯打开了 戴笠看见王亚乔倒在血泊里 他担心不死 就在王的装部猛踢了两脚 裹剑他 还有鱼器 拔出手枪准备射击 一想到 追杀了四年 这中间的千辛万苦 只有他自己知道 就这样了 让他死了 太便宜他了 于是就叫道 李志平 拿刀来 李志平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就忙着 把一柄上存血迹的匕首递了上去 戴笠接过以后 在强烈的灯光下蹲下来 他踮起王亚乔的脸 轻声的说 王先生 你睁开眼睛看看 我是谁呀 王亚乔苏醒过来 睁开眼睛 戴笠宁笑着 用力刀刺进了他的脸颊 王亚乔惨叫一声 戴笠令众人把王亚乔按倒在地上 直至把王亚乔的整块的脸 全部割了下来 才一刀插入了心脏 王亚乔就再也不曾动一下了 戴笠站起来 手拿着滴着血的匕首 面露凶光 于婉军看见 吓得失声叫了起来 不要不要 李志平小声说 处长 这女人怎么处理 戴笠不语 一步一步的逼近过去 尚未走到于婉军的身边的时候 于婉军已经烂得如泥一般软的 瘫在了地上 于婉军吓得软在了地上 李志平见状说 处长 对我们来说 他也算有功之臣 而且一把年纪了 放了他算了 戴笠说 这种女人 为了几个钱就出卖恩人 留他何意 而且 他知道是我们杀了王亚乔 留了他终有一天会捅出去的 戴笠 大获全胜 领着部下从广西回到南京 向蒋介石 报公去了 感谢您收听由老王为您播讲的军统教父戴笠 本集播讲完毕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吓唐